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激 都说哈士奇的智商是个黑洞 但他们一旦偷起懒来 智商就会爆棚了 主人 我就是休息一会儿 我希望妈妈能带我剪个好看的发型 有的道路不能鸣笛怎么办 这位大哥想了个宋主意 不过大哥 你这么对待尖叫机是不是太残忍了 作为一名专业摄影师 则为自然要独特了 这个角度不错 那个角度也可以 你的体内是住了一个吸金吧 这是啥 居然跟我装色了 这丑龟看我不死了你 呦 你还要带亮来 这个家里只有我能穿绿色 你说服灭魔就能够变美 看不美了吗 看不出来吗 没道理啊 现在美了一点吗 还没吗 难道我买到了假猫伪裂商品 是不是很美 还没变化 一定是我敷面膜的时间不够 干脆扶着睡一觉 救命啊 我被纸箱快困住了 狗子别怕 兄弟们来救你了 我欺负我 兄弟 我们要将你碎尸万段 怕了吧 怕了怕了 现在认怂已经晚了 我们要代表月亮消灭你 爸爸带宝宝去洗车 宝宝却仿佛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 天怎么黑了 怪兽不清地球了 我车上好多白色怪兽啊 天亮了 快发的 蛋糕 松松软软的巧克力海绵蛋糕 包覆者来自比利姐 来自比利时的熔岩巧克力 哇 慢出来了 沾一沾 啊 好吃 杏仁香蕉厚松饼 蓬松的松饼与甜蜜的风袍 哇 均匀的淋在松饼的上头 与比利时巧克力酱完美的融合 来 我帮你切 轻轻地切开 那绵密扎实的美味食感 你看 俐落的油味 好了 切得可真美啊 看过很多集舌尖上的中国 我发现了节目组描述食物的 这么一些规律 现在我来教大家 怎么把一个普通的食物 说成是人间真凶 有四个要素 一 时间一般是大清早 二 勤劳的师傅 三 详细描述工艺 四 随意来一点即兴发挥 给大家拿煎饼果子打个样啊 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打下大地 勤劳的煎饼果子小贩王大马 来到了他熟悉的路口 生活 加油 拿出准备好的葱花 鸡蛋 河腿 翠条 以及揉了半个小时的面团 开始摊饼 即使是最挑剔的时刻 也挑不出这道煎饼果子的毛病 毕竟 五块钱一个的煎饼果子 你要挑毛病 确实有些过分了 好了 同学们 都学会了吗 那我出题考考你们啊 请用时间体来描述下面这个 菠萝包 看 一个菠萝包 哦 是一个菠萝猫 你这薄西米亚编制风格也是没谁了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房 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了 有时候真的让我觉得 自己活得还不如猫咪呢 难受 香菇 一个粮食盗窃案的案发现场 你赶紧拖出来 我饶你一命 小哥哥 你看一下旁边这家伙 看上去眼熟 但又总觉得哪里不对 我这cost就问你服不服 老板 这少多少钱一斤呢 总感觉有点惊悚的样子 能不这么上剑吗 都要被吓死了 为了能让孩子热爱学习 孩子他妈把手机壳都换成了教科书的样子 只希望可以给孩子一点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这还有一套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要不要 为了防止老师从后门监视 这后视镜装的也是没谁了 这预警设备还是留着上路吧 上学能认真点吗 说起创意 我女朋友不仅有创意 还心灵手巧 看看她给我制的毛衣 结实暖和 再也不怕冬天出门冷的打哆嗦了 中国好女友非他莫属 带你长发挤腰 嫁我可好 这位美女长发都快挤到脚底板了 哪位大哥赶紧过去求个爱 表个白呗 再靠近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我就说做梦总在做鱼公一山呢 就是今天的山特别重 可能鱼公都无能为力 喂 又要了又骂 有人谋杀 虽然头部受伤 但意识还是很清醒的 神兽重伤丝毫不影响 我陪你一起来召唤石峡谷 带崩三路 这可能就是用生命和朋友开黑吧 所有人都问我倒插门是什么意思 那么今天我就自己亲身示范 形象的给大家解释一波 看 屁股翘 好处是很多的 听说网吧越高 接受的网络信号就越好 网速就越快 不愧是高速网吧 我爬上去 网速能起飞吗 小哥 这车骑着应该挺累的吧 快拉倒吧 这车架得起你的灵魂 也架不起你的肉体 谁还没有个大长腿了 这性感怕也是没谁了 就是整体画风有点不搭 姑娘 你可能有一双假腿 谁说只能软窝硬窝才能躺着睡啊 咱买硬座 一半的价格同样的待遇 这也得亏不是春晕 不然别说睡了 站的地方都没有 上课这事一定要抢占先机 站立性的位置要提前占领 这学生卡分分钟就被人收走了 站得住坐吗 老婆叫我出来练摊 我想了一下 起码这样不占地方 再给上面装个透明的玻璃箱 还能在街上展览呢 边开车边摆摊 原谅我中文没学好 不然 老板你喝一个给我看 这一口下去肯定是口涂白沫 小孩子 你这样会被教训呢 我跟你讲 我就想把每一层的成就都点亮 自从带着这位小朋友 看了中国好声音之后 每天都在家里模仿里面的桥段 这位导师 歌都唱完了好几分钟了 你倒是转个身呢 以前看过一个节目 它具体叫什么名字呢 我不记得了 是一个歌唱比赛 但是呢 选手们一个个出场 都特别的有气势 唱摇滚的唱完一首歌之后 大喊摇滚不死 唱民谣的唱完之后 大喊民谣不死 那唱说唱的呢 搞完了也来了一句 说说唱不死 问题来了 摇滚民谣说唱都不死 什么死了呢 他们唱的难听死了呀 朋友们 喊口号没有用笔 咱们得有真本事 靠实力说话的人 永远比光靠嘴巴说话的人要强 那下面就有请 光靠嘴巴说话的哈哈曹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好胖友哈哈曹 回元姐 姐啊 你这么说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啊 大家不都是用嘴巴说话的吗 咋变 你会富语啊 你只是太快了啊 成天挤对我 别以为你比我瘦 比我好看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 这要是时光倒退个几百年 回到唐朝 我这个完美身材 那是可以当贵妃的 而你 丫鬟啊 不对啊 我这一男的怎么当贵妃呢 大意了 大意了啊 我对历史了解的不多啊 认识呢 比较片面 不像我们栏目的史学家 奉哥 哎呀 他最喜欢研究历史了 来看看他研究这张门道美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比如说十几年前你在大街上拿大哥大打电话 和现在你在大街上拿大哥大打电话 回头率都是极高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训练的风格诞生 今年的风格还是诞生 听这么一分析 我觉得历史挺残酷的 时代在进步 科技在发展 我们人类的生活节奏呀 是越来越快的 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 大哥大在十几年前还属于尖端科技产品 拿到今天来看 那跟古董没什么区别了 所以这也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 其中之一就是大学选专业 一定要谨慎 你想想啊 当年学BB机生产与维修的那些人 惨不惨 完了有些电视机前的孩子 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BB机呢 老了老了 选专业要谨慎啊 选对象更是如此 人生苦短 别勉强自己 在这一点上啊 女孩们可以跟朋友圈的发财姐学学 各位姐妹们 这个夏天我成功甩掉了70公斤肥肉 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吗 我把那个70公斤的男朋友给甩了 听说你最近单身了 要不要考虑一下我 还以为你吃了什么减肥腰呢 谈恋爱的时候有多爱一个人 分手了之后就有多恨你的了 爱你的时候 你是天你是地 你是不可缺少的空气 不爱你的时候 你看见发财姐怎么说的呢 你是讨厌的肥肉 肥肉哎 这跟我一样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 我这身肉是从我去健身房以后开始长出来的 我就奇怪了啊 在健身房练出一身肌肉的人不少 练出一身肥肉的应该就 我是头一个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根据发财哥的说法 我能做的就只有笑笑了 被人误解的时候能微微一笑素养 搜委屈的时候能坦然一笑大度 吃亏的时候能开心一笑豁达 无奈的时候能达官一笑静解 危难的时候能泰然一笑大几 被侵蔑的时候能平静一笑自信 始练的时候能勤勤一笑洒脱 可你天天就知道傻笑有啥用 看了这段话我又忍不住笑出了猪叫声 行吧 欢喜就好 笑一笑十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呢 是成功的关键 作为治愈性心理解压节目 我们的宗旨就是让观众朋友们笑 如果观众不笑 那我睡不着觉 如果观众不笑 领导气得爆笑 如果观众不笑 我们会被裁掉 自然啦 这个人都有这个逆反心理 一味地让观众笑 观众朋友们可能偏偏就不笑 甚至为了跟我们对着看 会在电视之前哭 这么一想还挺好笑的 想哭的除了极个别 有逆反心理的观众 还有我的同事伯伯 小伙子不容易啊 正在开会 领导坐在我正对面 在那讲的口莫横飞 领导刚好讲完话 问我们有什么看法 而我刚好感觉我嘴巴里有根头发 于是我 呸呸呸呸呸 领导说 有人有意见就说 我嘴巴里的头发还在 于是我又轻轻呸了一下 领导说 三辉 包包你留下 推荐你用霸王龙牌洗发水 强力放头发 你推荐的洗发水 我不敢用 这人到中年啊 脱发是一个逃避不了的现实 我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到了中年 要是脱发严重的话 那我干脆剔个光头算了 我发现现在挺多明星都是光头 说不定我剔了光头 也能成为明星了呢 退一步讲 就算成不了明星 那至少我也收获了一份凉快 我朋友圈的摩托侠 他最近也挺凉快的 发生在他身上有这么一个事 让他心都凉了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起开 在相亲时 我告诉那女孩 我的工作是和动物打交道 女孩颇有好感 他问我 听上去好有爱心啊 你在动物园上班吗 我说不是 屠宰场 然后相亲慌了 屠屠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吃屠屠 因为饿 原来还有人跟我一样惨啊 你怕是失了痣吧 憋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这位朋友 算了不安慰了 一个成年人要学会坚强 好了 又到了话题讨论的环节了 今天我在微信群聊里发起的话题讨论是 你最不能忍受自己的一个毛病是什么 比如说我的毛病就是太帅了 遭人嫉妒 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己间线性躊躇满志 持续性混吃等死 简单点说就是懒呗 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自己没钱 这不是巧了吗 我也没钱 我老是一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的玩 我更严重啊 我妈说我手机长身上了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风生水起 一到面对面就失去勇气 找机会让梁静如给你一点勇气吧 人愁嘴不甜 磕啥还没钱 只要你说一个缺点 你咋暴露了这么多呢 我最受不了自己的缺点 就是啥都会一点点 但没有一技之长 乐观点 你的长处就是全面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自信 明明挺帅的一小伙子 连跟女孩子说话都不敢 我看你这不是挺自信的吗 太敏感 别认识关门的声音大了点 我就觉得是讨厌我了 别讲太多了 大部分人只是手劲大 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乱花钱 一天不花钱心里就难受 我和你正好将反 一花钱心里就脚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最糗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 各位最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哈哈草先告辞了 优惑 优惑 雨燕 昨天闲来 没事干 非常幽默 看一看 一看就是 一下午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守候 辽宁 辽宁 广播 电视台 教育 青少品 中文 中文 中文